上個月李斯華就去了加拿大拍劇 但就受到新冠肺炎影響要即時停工 希望回香港休息的她 因為不能撲機票 令到滯留當地 日前斯華在社交網站透露 已成功飛去溫哥華 來日好姐妹姚子玲 就交代了斯華的近況 她本身在多倫多 她現在就應該去了Vancouver 因為她說Vancouver那邊航班會多一點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盡快回到香港 而且那邊的店舖都沒有開 賣東西吃的話 你不可以坐的 我看她說要拿走 希望她小心一點 做好一些防護措施 搭飛機的時候小心一點 希望她可以快點回來香港 平平安安 她回來香港後 要不要給她一些物資 因為她不能外出 可能放在家門口給她 丁度你自己出來拿 你自己出來拿 李斯華 她說她需要隔離14天 如果她真的有需要 我們也會 看看有沒有什麼 或者叫炮嫂煮好東西吃 又是放在她門口 丁度又是放在門口 你走吧 拜拜 其實子玲這天 是為遊戲節目 你猜不到擔任嘉賓 當中她就看到一條 以狗狗為主題的有趣短片 本身有養糖狗的子玲 一看到愛犬就非常興奮 她不想我出門 她會吠我 吠你嗎 是呀 她會吠我 她會告訴我 她不想我出門 也是要讓她知道 我出門後就回來了 一出去就回來了 其實我的狗 整體都算怪的 她在家裡不會咬東西 不會到處大小異辨 是呀 吃的東西是我擺到我不說OK 她是不可以吃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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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訓練的 其實要擺時間 去讓她知道 其實久了你會有默契 雖然她們不會說話 但是你會感覺到她想怎樣 有時她回家會走過來 其實她會有一些肢體語言 告訴你她想怎樣 有時我問她是否想吃東西 然後她就很開心 可能有時會撲到我那裡 每位嘉賓玩完遊戲之後 都可以在夾公仔機 夾有豐富獎品的扭蛋 從來沒試過夾公仔的指令 竟然輕而易舉地夾走大獎 如果我沒記錯 我應該是第一次玩夾公仔 你之前真的沒有夾公仔 沒有 因為有的 例如以前也有去日本 看到都很流行夾公仔 但我經常都覺得自己不會夾得中 而且我對公仔的興趣又不是很大 但我身邊也有些朋友 他們夾公仔很厲害 很開心 你的狗仔牠不會玩公仔 你不會說可能要夾你 或者賣來給牠玩 沒有 我自己也很少買公仔 但現在的夾公仔機 不只是夾公仔機 牠會夾很多東西 看到牠會很開心 但是自己也不會說 會不會玩一下 去夾一下 沒有配朋友 牠會有玩的 我覺得你經歷了這一次之後 你應該對自己在夾公仔方面有信心 可以試一試 試一試自己的運氣 是不是很厲害 很開心 一來就夾到大獎 你在這兒 在這兒 在那兒 也不會玩的 這個